当你手上的化妆品 说小一百倍 还能用吗 大家好 我是佳系姐姐 上一次呢 我们开了小桃子的零食柜 大家都说 那些迷你零食 肯定是你自己做的吧 实物相瞒 那些卷奇饼干 说我找人帮我烤的 面包也是 但是他们说 说什么 他们说想看你 揭秘一首桃子的化妆柜 可是小桃子有化妆柜吗 不然 没事 我来给你安排一个 哇 这化妆柜也太好看了 不然这是什么呀 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两瓶呢 全都是香水 不会是个空盒子吧 你猜 这里面都是有东西的 香水一瓶 都给它摆到这个梳妆台上 再来看看 这边有一排的指甲油 我最喜欢玩土指甲油 前排的指甲油 你用过吗 接下来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每一个有化妆或者 富富的女生都会用到的 化妆棉 它是这种抽取式的 用起来非常方便 我也要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来我们继续揭秘小桃子的化妆柜 打开第一个柜子 又是香水 有这么多香水 是想熏死的吗 要你管 接着看第二个柜子 这是一整套的洗剪缺用品 非常迷你的小书子 迷你的小圆书 还有一个迷你的化妆镜 果然 那有沙红跟眼影吗 一个化妆棉要是没有彩妆 还有灵魂吗 看这是什么 这个黑色的是眼影 这个眼影盘实在做得太精致了 上面还雕刻了一朵玫瑰 打开看一下 里面有五色的眼影 接下来是粉色的这一款 它是一个腮红盘 里面不仅有腮红 还带了高光跟修容哦 太好了 我也有化妆品了 你看 我的腮红是能用的 小桃子的可以吗 不啊 我要怎么回答 这个小朋友呢 是不是可以随便化妆的 你可以用这个 面膜 对 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面膜都有 不过这款长得也太奇葩了吧 真的是拿来敷衍的吗 我才不相信这些面膜能用呢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前来有面膜啊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据说只要用了这款面膜 你的皮肤就会变得又白又润 像鸡蛋白一样吹痰可破 就连前男友都会跑回来找你那种 Oh my god 那那个没有男朋友的能用吗 小伙伴你们说呢 对我来说是什么的啊 这是什么呢